大家好 我是西餅 今天我的任務是和大家解剖諾之威爾的外星人 眼前就是我今天要解剖的外星人 這些外星人的年份各有不同 最老的外星人是去到2002年的 也會有2005年的外星人 當然也少不了是2019年最新的外星人 這群外星人也是源於Nike的一個非常偉大的計劃 就是Ray Gun計劃 不僅要不停說 也要拿著鞋子和大家說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我們今年年底SB的重頭戲 就是要復刻我們當年的Ray Gun版本 Ray Gun是外星人 但大家也知道外星人是叫做Alien 為何叫Ray Gun呢 其實Ray Gun我們在當年 2000年左右認識一雙鞋子 我們是叫雷射槍的 沒有人會叫做外星人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老鞋迷 或者叫做老屎忽會說到的 我們叫做雷射槍 雷射槍呢 這個時候我們首先拿起全世界 應該只有四對裡面的其中一對 燈SB的Ray Gun 讓大家看看 這個時候為何大家會這麼好奇 或者這麼喜歡這雙鞋子呢 其實這雙鞋子也是關乎當年 Nike為了去做一個全新的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 諾茲威爾的外星人事件 亦都是關乎全世界的天文愛好者 和外星人的研究愛好者 其實都認為在1947年的新墨西哥州 諾茲威爾那裡 Area 51 當時是有飛碟經過墜毀 而且是有外星人的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值得去考究 為什麼我自己呢 其實都是相信有外星人存在的 因為大家不難想到 在1947年的時候 很多人會問 有沒有一些相關的證據 大家可以想一想 其實前前後 已經差不多七十幾八十年的歷史 在當時在相機 都是非常先進的科技下 其實沒有太多的相片 可以跟大家說到 但是要想回 在1947年 這個這麼遠古的年代 過了區區的14年 美國就完成了全人類最偉大的項目 登月計劃 你說美國究竟有沒有外星人 我這個時候也要說到 這個是我的好朋友 當神提供的 這雙鞋 其實這個計劃 也是非常超前 包括這雙鞋的元年 我們計劃就是 在2002年的時候 其實Nike就把這個計劃 這個計劃 Rae Gun計劃 推案出來 當時推案 如何推案呢 它是說 發現了有外星人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會把 籃球運動員稱為外星人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爆發力 他們的 跳躍 他們的制空能力 都不是我們普通人可以經歷到 所以Nike在發想 按外星人 以籃球運動為靈感 亦組了一支籃球隊 也是當年 2002年 就是NBA 他組了一支 NBA之前的聯盟 就是 按那個年代就是ABA 這支球隊 有哪位球星 包括有 民斯卡特 史達侯斯 巴朗大維斯 以及 POPIUS 還有就是 謝美奧尼爾 而2002年的廣告 是足足經歷了兩年多 差不多三年的時間 才去發售 Rae Gun的Dung SB 而這雙鞋 亦都是 真真正正正 作為一個事實的證明 告訴大家 這雙鞋 在2005年的發售 前 三年已經製造出來 這雙鞋 就是當年 這雙鞋 大家都公認 全世界四雙鞋 裏面的其中一雙鞋 這雙鞋 亦都是 當時SAMPLE 裏面說的 FORM 2的名牌 大家可以看到 這雙鞋 是2002年的12月03日 製作了這雙鞋 這雙鞋 這雙鞋上面 包括 有它的品名 有整個項目 甚至乎是 產品 這雙鞋 就是這個人 負責去製造 這雙鞋 當時的SAMPLE 在台灣製造 亦是很有力的證明 這雙鞋 最明顯的 不同的地方 第一個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 有以前的 SAMPLE 打仰 亦有一個 最古代的 SAMPLE 你看以前的SAMPLE 直接寫著 這雙鞋 這雙鞋 跟市售版 有什麼不同呢 現在我拿到 當年 05年的 OG版 和大家對比一下 鏡頭一起來 大家可以看到 這雙是 05年發售的 Nike Dunload Pro SB 也是我們的 Raygun版本 這裡寫著 是 黑色 黑橙色 大家可以看到 當年的SB 我們可以先對比一下 雖然 未看新鞋 其實現在的鞋盒 更加寬闊 我們叫做 雅位 以前的鞋盒 其實SB的鞋盒 相對比較扁平 這也是一個時代感 大家可以看到 同樣 這裡是一雙9.5米的 波鞋 和一雙10米的波鞋 其實你看到 10米的波鞋 都非常收窄 現在 看看這雙 就是當年的市售版本 其實 這雙鞋 很多老玩家 我相信 都並不陌生 同年 大家可以留意當年 有什麼作品 其實 為什麼我們這麼喜歡 Rae Gun 這個主題 第一個 因為 我相信沒有什麼品牌 會願意 以一些 未備 所有政府 去確定 和公開的 一些 未知之數 作為靈感 去製造一雙波鞋 而且 也沒有一個牌子 夠膽 這麼大膽 用三年時間 去做一個產品 Nike 全部做得到 所以很多人願意埋單 但這雙鞋 亦是出於 當時製作的工藝問題 它的皮革部分 其實不是很好保存 所以這雙鞋 基本上 完美品相 非常之少 非常之少 這雙鞋 就是當年的 很多人稱為 我們稱為 主場 也好 或者北美式 也好 待會我們要介紹一下 這雙鞋 這雙鞋 我們現在拿一隻出來 對比一下 這雙鞋 就是我們的 Sample版本 這雙鞋 也有它的 整個 Tap牌 可以看到 這雙鞋 這雙鞋 就是它的 原連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 皮革上面 它的紋路 已經有一定不同 還有最大的特點 我剛才 已經有觀察過 就是 Sample版本 它的皮包邊 是黑色的 全部都是黑色的 改到大貨版本 它的包邊 其實是白色的 這可能是 其中一個部分 而最特別 也是 最多人 去樽樽落到的時候 其實 01 02年間 是剛剛好 叫做 現在我們 也說到 SB一個靈魂人物 已經過世了 在2018年的時候 就是 Sandy Broker 當年去 企劃 SB的時候 其實它只不過是 一雙簡單單的燈 當時為了適應 由一雙籃球鞋 變成一雙滑板鞋 它要做什麼改進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讓鞋 更加貼合 更加舒服 除了我們在鞋墊上 加了Sumeir之後 亦都要幫它的鞋舌加厚 作一定的緩衝和貼腳 令整個穿著體驗更加舒適 在這個時候 其實 零年 大家都知道 都叫做Nike Dunk Sb 所以你看到 其實它真正的市售版 這雙鞋 是有Nike Sb 而因為其實 這個相片實在 太古老 太久遠的關係 其實當時製造出來的時候 甚至乎都沒有想好 要叫做Nike Sb 所以亦都有珍貴之處 就是你看到 當年的 2002年的Sumple的時候 其實這雙鞋 甚至乎是沒有Sb Logo 好了 我現在先將Sumple 先放在這裡 這雙鞋 亦都是當年發售的市售版 我們都放在這裡 有些人說 咦 還有一個盒子 是不是又是Sumple 沒錯 亦都是Sumple 我們都拿出這雙鞋 這雙鞋的Sumple 這雙鞋 就是當年四對 裡面的第二雙鞋 大家可能問 會不會是你吹水 我相信 如果是中程Sb的朋友 亦都會 特意去尋寶 去尋寶 去找這雙鞋 真的 應該就是全球的四對 因為比我更加認真 玩得更加執著的玩家 這雙鞋 有些人問 為何 你Sumple 當年 2005年發售 不是還有另一種顏色嗎 好 我又拿出來和大家說說原因 大家也都知道 這雙鞋 亦都是當年四對 裡面的第二雙鞋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始終Sumple版本的皮革 我覺得 堅信 鞋頭的皮革 是更加亮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雙鞋有一個特別之處 我現在就拿出另一雙 市售版本的白色 和大家說 這雙大家可以看到 這雙是White 亦都是Low Pro Sb 當年發售 如果熟知這雙鞋的朋友 大家都會知道 有兩隻顏色的 亦都所謂叫主客牆 有黑色和白色 而黑色僅在北美地區發售 北美地區是英文的地方 另外就是雅太區 雅太區其實很簡單 基本上就是 我們看到黃皮膚的地方 去發售 你便會想 為何要這樣發售 當然 按官方說法就是 籃球隊都有主場和客場 剛剛北美地區也是 Nike的主場 它其實這樣發售 亦都非常適合 但我只是想和大家 說明一件事 就是 其實當年02年 做Sample的時候 其實它並沒有想過 要做兩隻顏色 因為當時也不知道 這個這麼瘋狂的企劃 大家可以想回 17年前 要用三年時間發售一款鞋 簡直是天方夜譚 你需要耗的時間 需要用的精力 那樣東西是非常之多的 所以我們叫做亞太版本 就是現在這一隻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白色會更加顯著 看到外星人的Rae Gun 即是雷射槍標誌 因為這個外星人 其實是 剛才說到 是以籃球作為法上 燈也是一隻籃球鞋 所以這個外星人 其實就是一個籃球 然後有眼耳口鼻 當然也是拿著兩支 雷射槍Rae Gun 這個動作也是 在西方裏面 有氧化的挑戰更加之大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當時的發售版本 都是有SB字樣 而鞋帶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條白色的鞋帶 和圓連是一雙黑色的鞋帶 剛才我們也看到 它的市售版本 其實它也是一雙白色鞋帶 和黑色鞋帶 這個就是好玩之處 這雙相片是見證這雙三年前 而這雙相片 Donson跟我們說 是從北美收回來的 亦是當時的一些 叫做頭產的時候 它也做了配件 當時可能相信是為了 迎合我們這個後端上的 次售的Rae Gun Logo 而做了這個綠色鞋帶 但到真正的次售 大家都知道其實是黑色鞋帶 和白色鞋帶 這也是當年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 這就是我們說 由2002年到2005年的故事 這個這麼完美的故事 結束味是不利的 鏡頭一轉 變了三雙鞋 其實我們剛才說到這個Rae Gun的故事 是我 郭成 傑特特 我們這一代 八十後九十後 非常之深刻的故事 因為當時的航天熱問題 不是熱問題 是航天熱這個熱潮 其實我們當時看了很多出色的作品 包括《天殺地球反擊戰》 有Will Smith的 也都是現在你聽到的背景音樂 《X-File》的《幕探員》 大量的美劇 大量的電影 都其實將很多未解 未知元素 包括你看到我 異形 甚至乎鐵血戰士 都是以人類未知生物作為發想作的主題 其實Rae Gun有沒有回來呢 也有回過的 最早一次我們看回鞋利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一二年左右 有Area 51 也有Area 72 這個其實也是以致敬Rae Gun 我們看到這個Rae Gun的外星人 也是變了樣子 是有一套的 包括以籃球作為發想 包括當時的Barket Prozac Max 也有Lunar Force 和Blazer 這三組也是當時非常熱門的 但畢竟它和元年有一定的差距 有些人都覺得還差一點 這個時候籃球的新星 也是我們叫做地平雪的 地平雪 很瘋的 很瘋 很大運球 很厲害的 它也用了自己華麗的球技 也使得Nike 在我們的上一年 即是幾個前年之間 做了一對非常誇張的 歐盟三載的TV PE 這雙鞋也是原汁原味 至經當年的諾茲威爾 Rae Gun 也有了這雙這麼誇張的 歐盟三代PE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物料 基本上是 和顏色 是按照整雙Rae Gun 作為打造的 所以其實當時 也有很多人非常想得到這雙鞋 而且歐盟是1992年出生 我相信它接受的波鞋文化 也是童年時候 也離不開我們最瘋癲的 燈XB的一個法績期 說了這麼多 這些也是你和任何一位 喜歡燈XB 喜歡波鞋 也是意外波鞋文化的人 聊天的資本 我們要迎來的就是 因為這雙這麼有歷史 這麼有故事的波鞋 而迎來的一雙伏蝦 Nike伏蝦 我覺得非常好的 就是它並不是 簡簡單單地 將一雙波鞋 重新造出來 它是按很多故事 也是尊重原年的收藏者 不會盡量一模一樣地做出來 因為其實會很不尊重收藏的朋友 因為那些一模一樣 那麼收藏有什麼意思 所以其實在這次的復刻上面 有一定的改動 而改動我覺得是非常合理之餘 亦都令到整雙鞋的氣息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次的復刻 亦都做了我們的北美版本 和我們的亞太版本 而我們的亞太地區 是有兩隻顏色發售 而我昨晚認真 看了北美的Sneaker 我看到北美 只是有兩隻顏色發售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是喜歡白色還是黑色 這雙鞋不用看了 高度致敬 當年的元年作品 大家可以看到我 先按一下牌位 那牌位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整體的鞋面 哎呀 我實在太享受現在這一刻了 所以我也是要 大家可以看到我 在配色上面 完美使用當年的整個配色方案 而在它的後端的刺繡 亦都是盡量高度還原當時的刺繡 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最大的區別 在哪裡呢 最大的區別 我們現在可以說一說了 最大的區別呢 就是 它是這雙鞋 它是這雙鞋 在它的鞋屎部分 除了有Nike SB 其實它也有 Raygun的字樣 而它的鞋面 看到兩雙鞋 特別是白色會更加明顯 看到一個紮染在這裡 其實紮染呢 我相信很多公眾號上面 都有說了 其實也是紀念我們SB 一個非常重要的靈魂人物 Sandy Brooker 其實穿著 最喜歡穿著哪件衣服呢 就是一隻Roswell的 Raygun那件紮染的外星人 就是Hody 而這雙鞋 很多人 很多公眾號都沒有說到 這個時候 你看到這裡 你又多了一個資本 我並不是炫耀什麼 只是 這個發現 是你喜歡這雙鞋 必須要知道的 很多人就會說 SB 什麼呢 SB除了是Skateboarding之外 也有很多人說 它的靈魂就是Sandy Broker 因為是SB 所以 人們就會說 後面 這個一定就是SB 我可以確認 這個不是SB 這個是數字的 58 很多人就會說 58 58是什麼 58是什麼 58就好像SB 並不是 大家可以留意 其實在Nike的滑板Tour 會有Tour 15-8 58是什麼 我就在想 因為我遠於喜歡看國家的寶藏 也喜歡看古董 中國不停的解密 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一起討論 這件事的時候 我驚人地發覺 大家可以留意這個驚人的數字 這個時候 我要先拿出一部iPhone 然後 當你輸入 1947年 諾茲威爾UFO事件 這個年份 加上 58 你就會發現 2005就是 這是 Reagan Dung的正式發售時間 是不是很厲害 螢幕前面的你 給我一點掌聲 好嗎 給我一個鼓 說到這裏 因為 舔了口水 沒錯 這兩雙鞋 都會在媽媽發售 在此 首先我要再一次多謝 我的好朋友 Donson 饅頭 得獎感受 和小宇 去借他們自己的 非常愛惜的珍藏 給我們 告訴你 他當年 也有做到 童裝版本 這次為了一個完美的致敬 也有做到 嬰兒仔的版本 而當年 嬰兒鞋 Tody的版本 也只有黑色 這次浮黑 也只有黑色 簡直就是完美 而今次的發售 將會在媽媽進行 而如果 雙中有這雙鞋 當然你可以理會 抽籤 和參加媽媽媽的活動 如果你 沒有機會抽籤 或者錯過了發售時間 我們依然會 將這幾雙剪品 在有限的 這個週末裏面 為大家提供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 真真正正地外播鞋 今次再一次要感謝的 哪一個呢 就是在屏幕後面 很認真剪輯的GC91 因為這段視頻 我相信是超過 十分鐘 還是九分鐘 再一次也是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為什麼今天沒有上腳 因為我希望上腳的是你 而不是我 今天有彩蛋 彩蛋就是 哇 居然 剛才叫成哥一半個小時 跪在地上 終於拿到成哥的Water Water 亦都是燈XB 裏面的一個 叫做終極作品 將所有的歷代精彩的作品 放在一雙鞋裏面 亦都創造了真正的Water配色 而這雙鞋 很多人蹲蹲樂道的地方 亦都是我們叫做鞋的靈魂之一 大家亦都知道 作為一雙鞋的後鞋 是非常突顯到這雙鞋 其中一個非常靈魂的部分 而這雙Water裏面 右腳是選用了 亦都很多人以為是燈XB聖杯 Jaf Stepple的和平鞋 而另外一隻左腳 就是用了我們今天說的 這個Ray Gun 諾茲威爾的外星人號碼 你說Ray Gun等XB 是否值得收藏 我相信答案就是肯定的